我们昨天很快的看了说怎么用Beat来启动我们的专案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Beat它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更多的功能能够让我们使用 那我们就一样回到官方网站的部分 那回到官方网站我们今天来看一下Features的这个部分 那从Features里面它基本上会告诉它能够它已经帮你整合了哪些功能 那昨天有提到Beat它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前端的开发工具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能用的这些开发工具它都有帮你想到也都帮你整合进来了 什么意思呢像是不管你是TypeScript啊你是用View啊 React等等CSS等等的我们来看一下 它都已经帮你整合好了你不太需要再去做一些额外的设定 你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们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 那要特别注意这里有提到一个就是说Beat它会去Catch所有 它会用HTTP Header HTTP Header里面有一个选项是叫做 Max Edge这个东西 那浏览器看到这个Max Edge呢它会知道说 其实你的档案没有过去它就不会再重新去拉去 所以呢它预设就有一个Browser Catch的一个机制 让这个Dependency能够基本上是不需要再重新被载入一次 浏览器会自己把它快去起来 但有些时候它这里有提到说 有些时候你可能在非常少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想要在本地去改这些Dependency里面的内容 但是因为它已经被浏览器Catch起来了 所以你改了浏览器并不会去重拉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某些情况下 你会直接去改用Modules里面的Dependency 然后你想要用它来Debug 或看它有没有连带一些改变的话 你可能就会需要去 这里面有一个Catch的地方 它会告诉你说可以怎么做 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这样做的话 这个部分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它Module Replacement这个部分之后 我们已经有提过 就是Vit预线就已经帮你整合好了 那再来TypeScript也是原生就已经在Vit里面 它一开始out of the box 就是说打开来你就可以直接用 在Vit里面它也是直接就支援TS的语法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 在TypeScript你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之前就是有写过TypeScript的人 它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Isolate Modules 那这个意思啊 其实就是说它必须要把每一个档案 都当成一个独立的module 那之所以会需要这样做 其实可以到官方网站上 应该说到TypeScript的网站上 它有写一下 所以什么时候需要把Isolate Modules打开 那以Vit来讲它就需要 我们如果在执行TypeScript的时候 就需要把Isolate Modules打开 那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们并不是 TypeScript它虽然原生就有提供 就是说它你可以用它的TSC的指令 去把所有的TypeScript的档案 转成JavaScript档案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时候你不会直接用TypeScript 提供的这个TSC的工具 去做这个bundle的动作 你可能会用 例如说Bebel啊 或者用Rollup等等其他的工具 那因为这些其他的工具 它通常不会去做新笔的检查 它只会把TypeScript转成JavaScript 它不会再去做新笔的检查 而且它不会去把整个 TypeScript的这个 有引用到的档案都全部去做一个 完整的检查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是用一些第三方工具 想要去Compile TS档的时候 通常就会去 需要把这个Isolate Modules打开 那这个概念比较像是说 它是针对每一支档案 都去做一个独立处理 把它每一支档案都当成一个 独立的module去做处理 它不需要先看到完整的全貌 才能去做bundle的动作 它可以针对每支档案都去做处理 所以在Vit里面如果你要用Vit的话 这个Isolate Modules也是需要把它设成True的 那其实这里讲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它像我们昨天 预设打开的专案里面 它这些东西都会先帮你设定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Isolate Modules预设就已经是True了 那过去如果你没有用过这个选项的话 也可以稍微提一下 就是如果你以前是一开始接触过 一开始接触TypeScript的人 你一定会看过类似的错误 例如说 你可能会想说 我只是要定义一个function 就是这样子 然后TypeScript它就会跳一个错误 它就会告诉你说 Can not be compiled under isolated modules 它这里就有告诉你说 其实因为我们有开启这个选项 所以每一个档案基本上 它都会被视为是一个独立的模组 所以呢 当这样子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模组 所以在当我们开启了那个选项之后 它会认为说这样子的写法是有错误的 它会提出一个警告 那所以你后来如果写了有经验的话 你就知道说 如果我只是一个单纯的TypeScript档案 那你可以直接加上一个export 那这样子TypeScript就会知道说 它其实它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独立的模组 就不会再出现刚那样子的一个警示的错误 好 那所以这算是比较特别 就是Isolated Module在Vit里面会需要预设式True把它打开来 稍微提一下 好 那再来往下看的话 这里有提到一个VitR它预设呢 它使用的是Node.js的API 但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前端开发的时候 然后基本上我们会需要的不只是Node.js的API 我们还会需要很多不同的形别的定义 定义好的形别的档案 例如说SVG的档案 或者是像是一些ENV的这个形别 那预设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需要去把这个Vit也已经帮你把这个形别的档案也定义好了 所以你可以在档案里面去加一个.d.ts的档案 然后去写这样子 让TypeScript知道说你需要去引用到这个Type的档案 那其实如果像我们昨天启动专案的时候就已经选说我是要用TypeScript的话 那其实你也不用再额外做什么事 它一开始就已经帮你放好了 放在这里 所以TypeScript就知道说好 它要去看一下这支档案 那没有写这个会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像APP.ts里面 我这里有载入一个SVG 那它之所以现在载入SVG没有问题的话 是因为它已经先把它推论成说载入SVG的话 它的形别其实是一个Stream 可是如果呢我们在 没有去 告诉TypeScript这个形别的话 其实它预设呢 它是不会知道说SVG是什么东西的 所以它在这里它就会出现一个错误的提示 因为它不知道说SVG的Type的形别定义档是什么 它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Vit已经帮我们写好的这个VitClient的这个档案 其实它都已经帮我们把形别都定义好了 我们常用到的形别它都已经帮我们定义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无痛的不用再去额外宣告的形别 就可以把像是SVG啊ZPG这些档案都载入进来 好 那这个是载入的其中一种方式 载入这个形别的其中一种方式 那另一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把它写在这个 TSConfig里面 你也可以告诉它 请你去帮我读这个Types 好 那再来这里有稍微提到就是 如果你想要改 你的SVG 预设来讲SVG载入进来一个一个自算 那如果你希望SVG载入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些处理 让它会直接变成是react元件的话 那你可以在刚刚的这一行上面去多加一个declare 去把它做一个覆盖的动作 好 这是Typescript的部分 那再来往下我们看到 View啊 JSX这些部分 其实它预先也都帮你处理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再去做什么东西 如果你用react的话 像我们昨天这样启动砖它 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写JSX了 不太需要再去做什么特别的处理 那CSS也一样 这里大部分你在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你看看说你自己习惯用的CSS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有的人可能是用PostCSS 有的人可能是用CSS Module 或者是 你写的是SaaS S CSS 或者是S SSS 或者是S CSS 这些 那它也预先都可以帮你处理好 那唯一如果你用的是SaaS的话 你可能在使用之前 要记得先去用NPM install 把SaaS去装下来 把相对于你要用的功能去把它装下来 再相对于你要用的这个套件去把它装下来 好 那最后来看一下 好 那它其实如果你要载入档案 预先它也都帮你处理好 所以你不太需要再去额外去写一些 例如说你以前假设你有写过Webpack的话 你不太需要另外再去写一些loader或什么的 它都会 它都已经帮你处理好 JSON也是一样 JSON其实一般来讲 你并不是直接importJSON它就会认得 所以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处理的 好 那在这里其实也是预设它就可以 你就importJSON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 这里比较特别的是在Vit里面 它有提供了一个gob import 那它的概念比较像是说 我可以一次去载入很多的不同的档案 gob它是一种pattern 就是一种档案匹配的一个 你可以用它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有写过正折表达式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规则来去找出你要的制传 那gob它也可以是一种pattern 去过滤出所有你要看到的档案 那它这里有一个叫做globe import的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用globe这种写法 然后去捞出所有你要用的module 好 具体来说就是说 假设说我现在这里写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说我现在建立了两支档案 一支叫做foo foo里面其实我就只是console而已 那再建立一支bar 好 再建立一支bar这个档案 好 那传统上如果我们想要一次去载入两支档案的话 我们要么可能要多 需要多一支叫做什么index and ts 的东西 然后把它们两些export进去 再import那支index and ts 那它这里有提供一个叫做 这个globe import的方式 所以我可以啊在这里 这个就是一个globe pattern globe的写法 它会去自动去帮我捞收 boostrap底下的所有是.ts结尾的档案 那像我这样子写的话 好 那它就会同时去载入执行这两个 刚刚写好的这两个档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里 好 你看我刚刚的复喊吧 它就会直接被执行起来 ok 那如果我没有载入它的话 这个复喊吧就不会跑出来 ok 那它是一个提供一个globe import的 这个形式 你可以一次去用 你可以用globe pattern的方式 去match出你想要import的档案有哪一些 算是蛮特别的一个 嗯 一个 功能 那它这里有提到就是globe import 这个东西它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 它是vit本身才有的一个功能 它并不是一个标准 也不是web的标准 所以使用上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同样的 所有你想得到的 dynamic import它也支援 你要载入webassembling它也可以 如果你要载入的是webworkers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import它 你也可以直接去使用webworkers 的功能 那它最后呢 它有提到说 它有帮我们做了一些 bundle的时候 有另外一样有在另外做了一些优化 好 那所以呢 这一篇读起来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 就是说你要 目前一个前端 一个 比较 当前的一个前端 前端的开发的专案来讲的话 你会用到的功能 基本上它在vit里面都已经 帮你做好了整合 你不太 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再去做那些 例如说你假设说你以前最早 它也是写webpack的话 你常常会需要再去写很多的什么loader 或什么的 那在这个vit里面 它就都帮你整合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 拜拜